公雞在砧板上哀嚎 小果在一旁神情落寞 另外还有一只小鸡在十字架前诞生 每一幅油画比出俐落各有意境 这些画作都是一位移民台湾的 中国贵州少数民族洞族的画家 梁权威所绘制的油画 梁权威经历了文化冲突与身份的转变 太多的冲突引发了彷徨与困惑 并借由油画来表达内心的呐喊 反省我们少数民族文化流失这样一个状况 少数民流失它是一个历史毕竟的一个轨迹 但是我觉得有时候是这个太快了 族人这个心灵上来不及建设 来面对来迎接这样一个流失 我对这方面的危机感是蛮大的 可以看到梁权威的画作都以动物 来转育人类内心的世界 这样的画作风格也让看画的民众找寻共鸣 感受到这个画家里面 他对他的画 每一幅他都花了很多的心力在上面 尤其是他对他内心感情的表达 其实你可以从画里面 你可以跟作者慢慢就是说得到一种分享 梁杰威的画作不仅能感受视觉震撼力 也能体会洞足文化流失 与移民台湾面临的族群冲突感 接着我们在拉路台北市采访不到